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条件也不合适 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屏幕呢 很多朋友觉得更好一些 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相当好 非常直观 非常真实 朋友们能够共同跟我分享 就我们共同分享它实际新闻的来源 这种距离感就是消失了很多 也就根本就没有人谈 就不会再谈到什么消息是真的是假 这些都去免除了很多麻烦 免除了很多麻烦 而形势本身呢 大家感触到形势本身 其实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也就这样了 那同时 因为神韵演出在剧场呢 它在当地的剧场是一个最好的剧场 这个我个人在找地方说 我是想个机器什么我都背着 找地方拍吧 就总是不合适 这个因为无论怎么样 我个人不想打扰别人 我们是这种语言节目 对吧 那语言节目 大家做节目的时候高兴了 不高兴了 这个都会有一些 感觉起来都是很真实 很实际的这种 这种描述 所以那剧场里 那我只能找没人的地方 没人的时间 没人的地方拍 那但是呢 没有人的时间 没有人的地方呢 拍起来会很空旷 那我个人的声音 如果人家其他有什么事情的话 对别人你同样是影响 同样是影响 所以就昨天呢 是想跑回来拍 太累了 说实话太累了 今天是 今天应该是29号 昨天是28号 结果到今天早上一看呢 28号 28号很有趣 28号是什么 28号是28号是四个七 那同时28号呢 川普这个这个 刘鹤跟这个美国贸易代表 和这个美国财长呢 进行了所谓第八轮谈判 说法不一 有人说叫第八轮谈判 有人说呢 是川普在12月1号 那一次的那一次的 跟习近平会面之后 那重新开启全新的谈判 那就是全新的谈判呢 那就是又是第一次 所以你怎么样讲都 没问题 而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 我一直跟大家介绍说 那现在进入了一种 给我感觉是一种 过渡的过程 是一种过渡的过程 过渡过程 它在几个主要方面 会表现出 或上或下 或输或赢 可以这么说 或上或下 或输或赢 那而背后的谷 就是背后的内涵 会显示出呢 某种程度上 就像玩弄表面的人一样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很像 就像玩弄表面的人一样 我举个 几次节目中举的例子 就是 刘鹤的五百万吨大豆 习近平在念稿等 相应的一些 很蹩脚 让人感觉起来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真实的发生 而包括这个 川普本身呢 在2月28号 一个月前 2月28号 离开 在川金峰会时 在会场 他骤然起身而去 那我自己都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背后有着某种力量 在产生作用 也包括任正非 而这种力量 产生作用呢 就让他呢 在一个 看劫的时间上 和看劫的事情上 他做出一些 被很 被普通人都能意识到 这个事不对 这个事 这事有问题 但他当时做的呢 做的却很 到位 就是 很真实 很直接 很那个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我说出现了这种状况 和出现了这个过程 那这里表现出的是什么 其实这里表现出来 就是说 在我们现实利益的层面也好 习近平是当官的 对不对 那是最有权的人 那任正非是最有事业的 那作为刘鹤而言呢 那是在今天 怎么说呢 天子在上 剩下就是他的 他在依附着中共官僚 在中共官僚体系当中 这种官僚式的官 类似技术性的官 但他跟习近平的 个人私人关系呢 有甚好 所以 这是 这是三种不同的人 再加上川普 川普作为美国总统 和他个人的品质 同样包含着 两种甚至三种不同的人 当然这些人都是表 这些的特点都是人的表面 而任何一个成功的概念 任何一种成功的 现行的人的表面呢 却受控于 他与他个人生命相关的 另外空间的某种力量 就是某种 然而说不出来的原因 对吧 你川普到现在 他不代替 起身离去这个事 川金会起身离去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把他作为一种 很值得夸耀的 很标榜的一种 他特立独行 他没有 所以我个人以为 他离开之后 多少他对自己也有疑惑 其实就像刘鹤的 五百万吨大豆 他当时说的智力有声 完了之后 他知道错了 但他为什么错了 他不知道 习近平同样 他知道有问题 但为什么 他不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辩证唯物者 对不对 其实 他们所谓的精英的一切 就像共产党概念 是灌输的 是灌输在人的周边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其实 人的思想 人的主义 人的理论 人的观念 人的法则 物理法则 物理规矩 物理学的不好 所有这些 都是人的肉身基础上 也就是孩子们 如果从小孩上说呢 孩子们被教育的过程 就是观念灌输的过程 被教育的过程 教育者展现他的思想 是孩子们把别人的思想 被灌输到他脑子里 习近平思想 要求所有党员 要按照他走 就是要把他的思想 灌输到你的脑内里 其实一切的含义 都是灌输在其中 而这种灌输的本身 却不是生命的本质 不是生命的本质 所以呢 他永远战胜不了 生命的本质 这是中共必遭天减 必然完蛋的一个根本原因 可是呢 他靠着 为什么要以这个东西为依靠呢 他反对人的灵魂 他实际反灵魂的 反原神的 反人的真正生命的本来的 超越时间的部分 所以他却成 他就成为了最邪恶的 那被灌 一切东西都是被灌输的 但生命的自然属性呢 他却有着善恶之辨别 所以中共有钱的 有关的 就是所有在中国生活的人 他都会都可能会以他自己可能的条件 能够来到海外 离开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如果按照习近平说的这么伟大的话 谁干嘛非要离开 没人会离开 对不对 但他吹嘘的一切 讲述的一切 却与人们竞相离开那块土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这就是中共的灌输的一切 理论的一切都置身于 都是以人的肉身为基础 可是人的生命呢 却以人的灵魂是真实的 这样而那一份超越了时间 所以被时间限制的观念 被时间限制的思想 永远战胜不了 那种存在永恒的 那种永恒存在自己的灵魂 他却以善恶角度是判决 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你那么能挣钱在中国 其实他已经显示出 人们驱善 驱向人的环境 而离开魔鬼式的中国 其实是有这个含义在其中的 完全有这个含义在其中 但这种定数在定数的故事呢 在其中呢 确实展现出呢 人们不可控制 就是说 人们在其中的这种被动性 被相当的被动性 28号 在刘鹤跟这个美国贸易代表 展开谈判的时候 同样是四个七的说 华为突然出了事情 华为是被这个 华为是被这个 英国的检查机构给发现了问题 其实对他打击是相当大 对他来讲是相当不利 也硬在同一天上 也硬在3月28号 这个 四条七的日子上 就在3月28号 在中美贸易谈判 重新谈判的时候 华为被英国发现了 适时的很恰当时刻的 发现了重大的安全问题 就我个人强调他的时间点 说实话 我个人强调他的时间点 我觉得很有趣 我个人觉得很有趣 而就在几天前 那华为正标榜的 他的销售业绩 没有 不仅仅是销售业绩 而且是在这个 26号应该是 在习近平 在法国访问的时候 欧盟 欧盟拒绝了 这个美国的劝阻 并没有阻止 华为 在欧盟国家的 这种 这种参与 就是他的 未来5G的参与 没有 所以那个 当时我们有期节目说了 华为赢了 那华为赢了 这是当时的状况 才赢了两天之后呢 然后华为又输了 被谁干呢 被英国 而 华为进入欧盟 是从英国开始的 2010年 如果从他最早算起 可能2003年就开始了 是孟晚舟做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 很有趣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从他的顶点 突然走向一种 重大安全问题的出现 你看到那种 那种交错 我个人觉得 看到了那种交错 他的 他的很大的意义就是 英国 拒不承认 就是不愿意接受 美国的做法 但是呢 英国自己 却在现实的环境中呢 去佐证了 美国 对华为的 对华为的定性 对华为的判断 我个人觉得 比较相当有趣 就是在这里 那在这里 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因为 其实我在金融点击中 金融点击中用了这个 但是呢 金融点击时间太短 所以 有时候不一定说清楚 伦敦 英国 对华为进行审查 发现 他的电信设备 存在着重大安全问题 从而支持了 美国禁止华为 进入西方国家 下一代 5G网络的努力 是 他华为去 佐证了这件事 英国佐证了这件事 这种相生相克 对应的氛围 这是我觉得 在我眼睛里 这是我觉得 最值得人们借鉴 就是 最值得我们 能够小心的 因为 他在 事情的发生的本身 在结论出现的 之前 同样发生了 相生相克的 这种对应 那结论出现 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 同样带有它的时间性 星期四拿出的报告 昨天 华为软体工程 跟安全流程存在 潜在缺陷 中共当局 或者独立的骇客 可以利用这样的缺陷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那也就说 他现在把 华为的产品 作为一种 安全漏洞 缺陷 那他是不是 华为在产品中 故意预留的 他不能 他没有这么说 对不对 但是呢 确实是被英国发现了 那这是关键 尽管报告 没有呼吁 全面禁止华为设备 但是呢 得到了英国 最高网络安全机构的认可 这是关键 而英国最高网络安全机构呢 是在全世界的相应的机构中 最具有信任的 所以应该讲 28号 是华为遭此大难 华为遭此大劫的过程 就是华为赢了 华为死了 你可以这么说 结论支持川普的努力 那这是讲 美国做法 我们就简单的说 美国努力遇到的麻烦 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反对美国 简单 粗鲁 完全禁止华为的做法 他们的做法就是 是可以靠控制减少风险 而运营商因为钱的问题 完全是因为钱的问题 和在此之前 包括3G跟4G的扑车呢 很多是因为钱而使用了华为 所以对运营商而言 他就是钱 他别的不管 当他就是钱 别的不管的时候呢 对于他来讲呢 那他当然愿意选择华为 所以跟华为 跟中共之间 勾肩搭配的一定都是钱 我们讲太多 所以有时候 你从那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话 本身根本都不是问题了 已经不是问题 报告强调很多国家 面临的更广泛的挑战 华为产品可以 华为产品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 但他又是5G设备的关键的供应商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如果全面禁止 那在技术上 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就是说 他在使用这项技术上 可能面临的代价太高 那而5G不仅提高手机的下载速度 制造业交通 整个是一种革命性的东西 革命性的东西 而华为的设备 却把它自己 在很多国家电信网络中 已经进入一种核心的位置 所以这是人家 我没跟你说 它是魔鬼魔鬼来的 不是人的观念 人以为的做法 华为做了很深厚的谱点 很深厚的谱点 在2G 3G 4G 都是在美国欧洲 遥遥领先的背景之下 而这个中共却在5G方面一步领先 其实我个人的眼睛里 一直认为 这就是 这是一种天象 它是一种天象 它就是说 2G 3G 4G到5G 5G并不一定完全需要 4G 3G的这种技术的铺垫 可是华为呢 在中共的支持下 基本就是中共的 你想如果 中共看待它的概念 是一个从全球窃取 窃取情报 窃取知识产权的概念的话 它当然要投入 就是它尽它最大 可能进行投入 为华为 然后从而获得它想得到 所以这是一种 投入跟产出的关系 而这投入产出的 背后的老板是中共 而华为只是顶个名 那它为什么不敢 对吧 为什么不敢 美国人造飞机 那平常服役的飞机 有那么多飞机 它多少钱在天上飞 而它并不是在战争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道理是类似的 寻找华为限制风险的办法 而德国印度阿联酋呢 却不太想效仿美国做法 禁止 那我不知道 那英国现在的报告出来之后 德国会怎么看 而在报告中 英国提出来 对于华为软体工程 工程能力的关切 我们非常理解 并严肃对待这些 我觉得这是英文翻译的有问题 就是说 是它的软件 而不是它的硬件 这次发现是它的软件 欧盟公布了5G网络安全建议 没有禁止华为 所以欧盟没有禁止华为 而这个 而这个英国的报告 却把华为 却佐证了 川普对华为的指控 又谈到跟北京之间的关系 无所谓 当机试图把 华为的安全漏洞 与北京渗透英国网络 更加广泛的区别来 这是英国的做法 是一家工程实践不佳的公司 以及这些工程 以及这些缺陷 而不止一家 在中国当局的命令下运营着 我以为这句话是英文翻译 翻译成中文是有问题的 其实它讲的就是说 在中国很多公司 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 就是它的产品 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 而他们呢 又没有承诺 这里面他讲的也是 叫时间不佳 也是因为 从2017年 英国就发现了 华为的一些产品有问题 在软体上有问题 要求华为处理 华为到现在处理不了 而后来提到一个说法 说在未来五年里面 拿出20亿美元处理这个事情 而这个事情是英国提出来的 但20亿美元五年的时间 你现在要干嘛 他却没有 所以英国人的不干是在这里 他把责任划在了这家公司身上 但同时他也理解 这个公司的背后的老板是中共 所以前后的故事是这样 华为无法复制其开发的大部分软体 这很奇怪 他做的东西 但他却复制不了 我相信 有些朋友是专业的 就是做电脑专业的 我相信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他有着隐喻 就是华为到底在干嘛 到底在干嘛 他自己的软体自己却复制不了 原因所在 意味着当局无法确定 那些代码是被引入了 英国的无线网络 那他们还提到 华为对于其产品的零部件的 供应商的监管不利 我觉得这句话最关键 无法确定哪些代码 被引入了英国的无线网络 也就是说 这种无法复制的 开发的大部分软体 就华为是故意这么做的 在他最初就是这么做的 他为了掩盖这东西 那太多的人是从技术的角度 去分析他的产品 而他的产品呢 却包含着真正的生命 就中共生命邪恶的目的 但很多技术人员 却没有这一份背书 在他的心目中没有这份背书 从而出现今天的争执 没有端到端的完整性 报告是这么讲的 端到端的完整性 给我的感觉那就是 他没有始终的一个结果 如果没有一个始终的结果的话 那那个终点在哪 如果其实在这边的话 那个终点在哪 所以就是有一部分 就是在另外一头 线的另外一头 是被掩盖的 是被掩盖的 就我个人体会是这样 他讲的是中共 在掌控着华为的产品 英国有了监管委员会 监管委员会有一个 针对华为有个实验室 在距离伦敦的110公里 那去年一月份 就曾经提出 向华为提出了质疑 而公司做过承诺 改善他的软体 跟安全流程 但是呢 他到现在却解决不了 其实英国谈到的 也是这老问题 那英国的做法 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模式 德国可能 德国在波罗恩 成立一个类似的实验室 让华为的设备和代码 可以在那里得到审查 平息担忧 所以这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潜在东西了 它很有趣 就是在英国担心这个 在英国的担心 和明显的看到 华为并不去解决问题 就是他做了很多承诺 但他不去解决问题的话 其实华为的产品 就这么设计 在某些方面 已经被英国发现了 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风险可以控制 这是英国一直认为的 而且他提到说 严厉的监管 让华为的设备 进入英国网络 最敏感的部分 是被禁止 我个人觉得就是 里面包含着这种 仅仅在技术层面 而缺少生命层面的 这种对中共的人 我觉得缺少这一方面 才会这么说 才会这么说 而且缺少对5G本身的 他的那种再造生命 或者说生命再造 跟所诱发出来的 这种网络模式 根本不是现在 你现在这个 三G四G的角度来推断 不是的 我个人觉得不是的 你比如说开汽车 那当他成为无人驾驶的时候 今天生活的很大部分人 都会出现改变 因为他不得不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我说过比较通俗 通俗易懂的道理 没结过婚的人 在谈论着男女结合之后 乃至有孩子之后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这份监管 就是这个意思 结论 华为纠正去年报告问题方面 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所以这是报告中 对华为谈到的批评 而为什么不取得 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华为就要留着那东西 如果没了那个东西的本身 它的存在的意义就相当小了 所以它依然扮显 那个东西存在 就是因为它的身份 是个间谍公司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感谢朋友们的耐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